在香港的政棍 他是非常喜歡做一些假議題 或者是偽議題出來 現在要講一講 再搞這個偽議題的什麼歌呢? 這個政棍監察組又要出動了 這個歌很厲害 今年已經有幾次厲害的東西了 第一就是要坐兩輛衝鋒車 第二就是叫衛生署的官員拍兩排施藥 今天這傢伙又有創舉 又有創舉 厲害 早上要大家看這條 九一分界最L變態是不好意思的 他嚴厲批評特區政府買這個施藥 買得很貴 其實戴馬sir也有留言 我們有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團隊有討論這個問題 戴馬sir就立刻劈頭了一句 這個不是戴馬sir 這個不是戴馬sir 戴馬sir 戴馬sir 十五元人民幣一盒 即是二十元一盒 二十元一盒 二十四粒一個施藥 吃完之後就已經差不多過溫 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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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連英文都不懂 原來是不懂的 他說二十四粒是一個施藥 他有沒有吃過戴馬sir 蓮花清溫丸 自己沒有吃過 蓮花清溫 一個施藥 一定不會是二十四粒 我真的告訴大家事實 真的不會 一次過吃二十四粒 一個施藥的意思就是每次吃多少 他說 聽多一次 我沒有冤枉他的 這傢伙是經典人物 所以我就說這傢伙真的不懂 好 再聽聽 二十元一盒 二十四粒 趁前一點 花清溫丸 十五元人民幣一盒 即二十元一盒 二十四粒一個施藥 吃完之後 四粒一個施藥 他說 難怪他會叫衛生署 難怪他為何會叫衛生署的官員 一試就試兩排 拍兩排就沒事 就可以倒閉了 他真的以為兩排 就是一個施藥 原來 哦 那就是他 這樣一致 原來他不是亂說的 一直以為是一堆 拍一堆的口 什麼一個施藥 一盒才有二十四粒 裏面只有兩排 就是二十四粒 這個人 他在說什麼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很好笑 很有創意 好厲害 吃那麼多 是呀 本來換新冠 搞到其他病變更糟 這個人是害死人的 其實我告訴大家 二十四粒是兩天的用量 一天就吃十二粒 但是不是一次吃的 一次是吃四粒 一次是吃四粒 一天是吃三次的 就是我們 我們 都有用蓮花清溫的經驗 所以我們是知道的 當然他是膠囊 一次就吃四粒 那個用法 用量是寫得清清楚楚的 在盒子上面 還有 告訴大家 這個 蓮花清溫 是清溫解毒 酸肺 涉熱 用於治療流行性感冒 屬於熱毒雜肺症 一定是熱毒才行 如果你本身是寒底的人 其實這個藥根本是不能吃的 對 而且風寒感冒 也不適合吃蓮花清溫膠囊 一定要說清楚 他不斷說 這個藥是萬能 他以為 說這個藥是萬能 就等於愛國 其實這些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而且他是亂說 他說一個藥是24粒 是一盒24粒 不是一個藥 一個藥的意思就是 每次吃多少粒 那個就是藥 明白嗎 這個何君堯 原來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不如從頭再聽聽他講什麼 或者繼續再聽 看哪方面 好 繼續聽他講什麼 一千元要買那隻什麼 Pfizer 那隻 那隻 Paxlovid 那隻成份 我想跟我們這隻 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賺125倍價錢 嗯 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香港政府 就是跟這個 海外的藥廠做銷售 停一停 骨疫苗 噢 骨疫苗也不對 第一件事就是 買Paxlovid 就是 要 抑抑藥廠 就是做銷售 就是抑藥廠 即是說中南山也是 中南山也是 超級多銷售 是啊 還有 一定要講清楚 Ming Chan 就講清楚 蠶斗症是不能吃蓮花清溫的 其實是 要謹慎 因為 蠶斗症的人 是不能用金銀花的 其實敏感的位置就是金銀花 Presida S 聽她說 怪不知會有肝衰血 其實如果你吃4顆的話 其實一次吃4顆的話 就沒事的 但如果你真的聽她說 一個Dose 就是24顆的話 就不是這樣 不是的 是啊 還有她還說 成份是差不多 這個真是好笑 傻的 怎麼會差不多 沒可能 兩種不同的藥 你說差不多 不同的技術 真是好笑 她覺得就差不多 她覺得而已 不要讓她誤導 是啊 因為 Paxlovid 其實是一種抗病毒藥物 她是一種叫做共價抑制劑的東西 還有 Paxlovid 這件事 很多地方沒有貨 我了解這裡最多只有幾十盒 幾十盒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只有幾十盒 最多只有幾十盒 最多 因為 根本上 只有醫院會有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醫生要開的 她要去到四月才有貨 其實是 四月當然是下個星期已經是四月 或者今個星期尾已經是四月 但是 老實實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四月都不會有貨 在這裡 所以特區政府做很多事情已經很好 還有 河君堯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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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君堯是不對的 當然 我也明白 她也是一個洞房之友 她最喜歡在洞房寫她的治港大計 治港賊 不過她的治港賊是專益土豪劣辛的 你看得到的 不過 當然 今天洞房也有說 林鄭就走 吾茶禍首 留給下手 百萬確診 七千亡雲 全民怒憤 坦白說 這些說法 其實是有煽動性的 是不是全民呢 但是 不是全民的 極具煽動性的 這句說話是 會加劇 那個老婆 有些 反林鄭的老婆 好 應該我們繼續說 傳媒監察力 就要監察一下洞房 現在我們再說 河君堯先 好 聽她說什麼 賣口服藥 不用怕 錢不是一個問題 多多都買到 問問你多少錢 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人簽了合約 要補物 補什麼物 我給你一條底褲補就行了 嘩 嘩 這個人真的要停一停 又要說一說 這條狗屍垃圾 他這樣說 給你一條底褲保密 瘋 這個人說話 第一 當然是粗皮 第二 就是立L殺到不堪 他是律師來的 他是立L殺到不堪 合約精神 還有 大馬Sir一看到 這人搞L錯 這個人 全世界都保密協議了 你就狗屁不通 所以說這些議員 我和你講 還有一個政府買疫苗買藥 很多時候都會簽保密協議 因為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區 買藥的價錢 是不一樣的 是同一隻貨 不同價錢 藥廠從來都是這樣做生意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還會看量 所以 這位 政棍真的很有趣 他說得就說 這個狗屁垃圾 還有他說 給你一條底褲保密 你這條底褲有大包 積就可能有 即是沒有需要保密的 沒有保密 底褲怎麼會是保密來的 你覺得底褲是保密 你喜歡索底褲嗎 九一分界最L變態 你喜歡索底褲 所以覺得底褲是保密 可能的 那些人喜歡索底褲 原來他喜歡索底褲 可能他說漏了口 可能疑似是這樣 他說底褲是保密 聽多一次是不是 免得說錯了 他説是保密 底褲是保密 補什麼物 我給你一條底褲保密 他説底褲也可以做保密 他這個人認為是 沒有屈腿 他索一索 索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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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死神 然後原來是有花柳的 這條底褲是 嘩 這個人 用不用力 這個人厲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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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招都這麼好笑 要說這樣而已 哈哈哈哈 我們繼續 聽完按什麼 其實 等等 我講的那個 其實是電影橋段 剛才我問一問 很醒神的那個 其實就是 九品芝麻棺 白麵包青天 裡面的橋段 就是 周星馳拿著西龜那條 龍底橫 拿來索 然後說 皇帝駕崩了 同志弟駕崩了 什麼病 花柳病 哈哈哈哈 所以不是 不是說何君堯 是說電影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唉 好 來 寶物 是不是 就是 完全是狗屁不通的 完全是狗屁不通的 你是 一時又講 香港大學那個 梁卓偉做出來的 那些學術和現實不是一定的 又我不一定信的 我們不一定要完全 照單全收 接著你做的那些就說 我們就聽專家說 還鬥了我們內地的 梁博士 恐怕他上台 人家來到 當然是被你忽悠了 喂 主體的責任 你承擔 不是我和你決定 我下來瞄一些東西 我盡量告訴你 我上面這樣做可以的 你不是這樣做 那我建議你這樣做 最後決不決定你做 是你決定的嘛 我梁博士不是特首 我不能做你的決定 我進了人士 你不聽我說 是沒辦法的 接著他捧別人上台 就說 我們國內和國本地專家 都一致贊同 停一停 你給我整個報告 你現在這麼久 你會推個沙盤 停一停 又要別人有報告 這個狗屍垃圾 這條狗一分界 真的是最L變態 索完底褲之後 還要說 特區政府是捧 放了梁萬年上台 但是 事實不是這樣的 事實就是 梁萬年自己已經離開了香港 他回到北京的時候 他去做國家衛健委的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那時候是有一個香港電台的記者去問他 有關這個全民強檢的問題 其實那時候梁萬年已經說了 特區政府做的事情是對的 現在是你這個何君堯 是強硬去說 特區政府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是你放梁萬年上台 就不是特區政府放梁萬年上台 何君堯 繼續吧 停一停 停一停 何君堯那兩張圖片 有個網友已經發了給我們 但是我們不會說他 因為 何君堯那些計劃B 其實是亂寫的 應該我們會說 因為特區政府一早已經說了 在他們那些磨碌 說一直要全民強檢 要做核酸全民強檢的時候 特區政府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沒有辦法做全民核酸 因為香港的檢測能力不足 第二件事就是說 到現在其實都是檢測能力不足 現在都是做不到的 到現在都是做不到的 如果做全民核酸檢測 都是要內地幫忙的 第二件事 特區政府當時林鄭月娥出來說了 現在我們做全民快測 不是他 這個何君堯的計劃B 你偷了政府計劃B來做 是不是 你這個人亂說而已 喂 很簡單 你說的話 根本就是口說說 不用負責的 你這個何君堯 你只是負責亂說而已 這個人完全是沒有品 繼續 聽完你說的話 我就立刻畫了我的圖 告訴你 我起碼做了計劃B 現在我還叫做養火牌 你老闆 你兩張鹹水 草紙你看看 自己都知道 停一停 自己都知道 自己寫的那兩張圖是草紙 狗屎垃圾的筆 你自己都要自爆 你這條狗X 只是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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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七分咕嚕 知不知道 狗一分界最L變態 這條狗蛋是 好 繼續 電影都沒有放過給我看 電影都沒有放過給你看 停一停 停一停 林鄭月娥放屁要給你看 黃君堯 為什麼要放屁給你看 什麼新鮮蘿蔔 為什麼要給你看 放屁給你看 這個人是議員來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議員 這樣說話 要求特首放屁給他看 OK 你說多大支 不如你做特首吧 對 你做特首吧 大支 你自己兩張草紙 就可以叫人放屁給你看 你的口氣大到 簡直難以自信 好繼續聽 你這條能樣就放屁 是 能人所不能的樣子 你這個 問你又說手臂 你說火都來 哦 問你又說手臂 停一停 火都來 火都來 何君堯 你什麼叫合約精神 你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難怪你這個人發誓 當吃生菜 喂 合約精神是什麼 說話 他知道他是律師 不是律師 都知道什麼叫合約精神 他而且還是自己的律師 好像 無視合約精神 有些人 這個人很厲害 要動議是不信任 不信任 停一停 他動議不信任嗎 動議不信任 動議 快點做 立刻做 立刻做 不要在那裡口吵吵 立刻做 你不可以在那裡放屁 快點做 沒用 立刻提出不信任動議 是啊 看看通不通過 最緊急做 緊急動議 因為在外國也是緊急的 你做這件事 我們不會怪你的 快點做 立刻做 不要只說 是啊 我提議他兩句不夠膽 好 聽完他說什麼 你是不是做政治秀 我做了都不是政治秀 真的不是政治秀 這條狗牌這樣說話 原來真心要兩輛救護車 真心要衛生署的官員 拍兩排試藥 原來 亦都是真心不是做政治秀 說要吃一個都市 是24顆蓮花清君丸 不是做政治秀 不是做秀 不是做正義秀 他是認真的 他真的很認真的 看他的表情 實務 夠了笨實 笨實務 笨實務 完了嗎 那就完了 完了 完了 不過這裏也夠九屎垃圾 大家聽聽鍾南山院士怎麼說 有關蓮花清君 還有有關Paklovic 好嗎 看看鍾南山院士怎麼說 等我一會 Like Chan 他就說 我只是做KOL 他跟KOL都不如 這些九屎垃圾 我正在開 不要緊 不要緊 Pink Lady說草紙在屁股 他自己寫東西的 都說是草紙 是不是 其實 我們不知為何可以找到 他養了兩張草紙出來 有網友 拍了兩張照片給我們看 即是 看到 今天下午 又要分一節 來評一下 他說什麼 他還要說 政府現在有空窗期 還是什麼 真空期 還是空窗期 其實 你想想都知道 政府哪有什麼 真空期 一直都是在做 污水檢測 和遺風強檢 哪有真空 其實抗疫防疫 一直都在做 現在就在罵 不好意思 台陽現在可以播一播 聽聽 這條片 我相信絕大部分網友都看過 就是較早前 鍾南山的一段公開講話 我只是播一播 有關Paxlovid 即新冠特效藥 可以大大的降低病死率 那條命是最重要的 第三 就是藥物 必要的一些藥物的治療 這些藥物的儲備 好像美國Paxlovid 已經在中國大陸都有了 批准了 當然香港也有一定的儲備 我相信 中國內地的 BR2 196-198的抗體 在美國藥交局 在中國都已經批准了 這個 也是一個有效的 還有就是通過有些 經過在內地純正醫學 證實有效的中成藥 對於減輕症狀 縮短療程 減少重症的發生率 都是有效的 在這些方面 我已經和有關的企業和廠家 在講話以前和他們聯繫過 希望他們對香港給予更大的支持 我亦得到了大部分企業的積極回應 表示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 來配合香港抗疫的需求 所以在當前這樣營進的形勢下 我們要加強 最重要就是加強團結協作 政府的各個部門商界 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 以及廣大的市民 市民都要在抗擊新冠前 要有一個團結協作 我完全相信 在中央政府內地的資源 包括核酸的檢測 抗原的快速測定的試劑 協作協作建立Makeshift hospital 我們醫務人員支持 好像今天我也知道 我有幾個助手 我們香港的幾家醫院都 其實大致上就是差不多了 主要大家聽到了 鍾南山就說了 Paxlofit在內地都已經批准 內地都已經有存貨了 那你可不可以說 鍾南山是賣藥嗎 專門是益西人 益西人廠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說中國政府也是 其實說內地也是這樣做 他說內地政府也是這樣做 內地也是這樣做 你可不可以相同標準 他批評了內地政府也是賣藥 特區政府進入Paxlofit 是很正常的 內地都有入 你批評特區政府進入Paxlofit 你可不可以批評內地政府 是不是這樣 何君堯律師 看起來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 鍾南山是否賣藥 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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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這樣看 內地有些很極端的人 他也是這樣說的 就說鍾南山就是西藥的代言人 就是反中藥的 剛才鍾南山說過 鍾南山說過 鍾成藥 蓮花清溫也是有效的 就是兩樣一起用的 鍾若西藥一起用的 當然沒辦法 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他們成了一輩子 所以2004年 《楚漢嬌雄》這部TVB的電視劇 裡面有一句對白是很對的 其實就是 那時候就是蔣志光飾演的張良 就去跟鄭少秋 秋冠飾演的劉邦說一句說話 就是公道不在人心 是非只在時勢 我們的節目當然沒有什麼 設計 有些人說結構很長 我們其實這些節目 從來都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也不會有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 有些新聞議題是不會的 但是如果這些 有關電視劇當然沒有 這些我是心底淚的說話 香港現在告訴大家 公道不在人心 是非只在時勢 而那個勢 就是在他們 反特區政府 和反林鄭那幫人的那一邊 是 公道不在人心 是非只在時勢 所以這句說話 那時候就是 嚴格來說 我自己記得 就是張良 基本上就要 叫劉邦 去做一些 比較握述的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 你看起來 都是這樣的 公道是否真的在人心 其實不一定 這句說話 我相信 是一些編劇作出來的 我猜 我是粗錢的看法 我猜 是一些編劇作出來的 公道 經常都說自在人心 有些人跟我們說 公道自在人心 你不用幫林鄭月娥說話 其實我們很知道 這個世界 公道 很多時候都不是在人心 有時候 公道自在人心 或者是 在人心 都有的 其實 某程度上 這是一個騙局 對於 一些黎民百姓來講 公道自在人心 其實很多時候 是一個 安慰的說話 安慰 其實是安慰的說話 你自己看看這個世界 事實上 是不是公道自在人心 你只看香港的情況 你已經知道 不是公道自在人心 其實如果 大家都要出力 其實是 舉些例子 不能夠這麼出聲的 歷史上 揚執十日家定三圖 公道哪裡在人心 清朝的時候 清朝開國的時候 殺多少人 公道哪裡在人心 沒有追究過 公道哪裡在人心 當然清朝已經複滅了 是複滅了 但是清朝的時候 沒有追究過這些事情 還有八國聯軍 西方入侵中國 這不是公道自在人心 其實我們是安慰自己的 Chip now就是 正史劉邦沒有講過公道不在人心 那TVP誤導觀眾 不是的 他是劇集 你要知道 一對藝術作品 其實很多時候 公道在不在人心 你看看剛才的政棍 他們有多少人支持他 他們的勢在他們那裡 公道哪裡在人心 是非 現在是瘋了 某程度上 我自己看到香港 是非是瘋了 有人是刻意去瘋了是非 有些媒體是刻意這樣做 有些議員是刻意這樣做 瘋了是非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 惡勢力 得到一些應有的懲罰 其實是 大家努力 令到他們會受到懲罰 有一群人聯合起來 維護自己的權益 嚴格來說是否人心所向 我也不敢說 當然很多人認為 公道人心 是在哪裡呢 其實有一群人很明顯 是有共同的利益 你已經有一群利益共同體 他們 而且也做了一個勢出來 他們是做了一個勢出來 而且勢頭是很成功的 林鄭月娥說了一句 就是說 現在不會做調查的工作 現在主要工作都是抗疫 但是如果下一屆政府 會成立一些委員會 林鄭月娥都會提供意見 現在有一群人 當然是 嚴格來說 那句粗屁一點的說話 屎乎無都鬆了 這些人 當然鬆了 是啊 他們覺得已經贏了 贏了 他們已經贏了 其實